在四百二十年前 明万历三十二年 福建泉州有一个男人 叫做郑士表 他生了五个孩子 分别取名为 知龙 知虎 知灵 知凤 知宝 这名字取的 大家可以看出郑士表 是想在家里 开个吉祥神兽 而这个长子 郑之龙呢 就是未来 盐平郡王的 郑成功的老爸 郑之龙在十七岁的时候 他老爸就叫郑之龙 带着两个弟弟 知虎和知宝 到现在的澳门 去投靠在那里 经商的舅舅 黄成 那时候的澳门 有很多的葡萄牙人 因此郑之龙 也在这个时候 学会了葡萄牙语 这个郑之龙啊 虽然不太喜欢念书 不过却有很厉害的语言能力哦 他会的语言 包括了闽南语 南京官话 日语 西班牙语 还有葡萄牙语 传说啊 他可能还会荷兰语呢 也因此 聪明的郑之龙 取得了很多外国商人的信任 十九岁的时候 从事海上贸易 已经两年的郑之龙 认识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贵人 就是同为泉州的老乡李旦 李旦是当时通商于日本 和澳门间的大海商 在因缘机会下 郑之龙成了李旦的部下 这个李旦啊 不但会赚钱 他的政商关系也非常的好哦 并且啊 和日本贵族外国商人的来往 也都很密切 而且啊 那个时候 明朝明令禁止 中日直接通商 所以当时的台湾和澎湖 就成为了很好的中机站 而李旦就是在这个时期的 台日之间最大的武装海商 因此啊 郑之龙便长期的待在日本 而且娶了一个日本老婆 田川氏 并在日本生下儿子郑成功 所以台湾第一个 汉人政权的领导人 是一个中日混血儿哦 也在同一年啊 郑之龙经过李旦的推荐 前往澎湖担任荷兰人的翻译 荷兰人啊 除了让他当翻译之外 他叫郑之龙在台湾海峡上 劫及死对头马尼拉人 西班牙人的通商帆船 在当时的海商 通常也就是海盗 他们一边运送着自己的货物 一边集结别人的船只 在隔年 郑之龙就离开了 荷兰人的旗下 正式的加入 以李旦为首 严思齐许兴肃为富舍的海盗集团 是当时在东南海 最大的海盗海商 在郑之龙加入李旦的同一年 李旦就染病死在日本了 不过啊 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李旦有几笔 和荷兰人的订单 他交由郑之龙处理 而这个郑之龙啊 左手收了订单的钱 右手收了供应商的货 却既不付钱也不出货 把货和货款全部私吞 跑到台湾来了 造成李旦集团失去信用 又负债累累 所以啊 在日本养病的李旦 一时气急攻心 造成病情加重 就敲辫子了 不久 严思齐也死在了台湾 李旦集团因此瓦解 而李旦在台湾和厦门的产业 就被郑之龙和许新宿瓜分了 而在日本只留下债务 给李旦的儿子李国柱 不得不说啊 他们对李国柱也太不厚道了一些 这些事件呢 让郑之龙不但累积了很多的财富 还从李旦那里继承了武装的船队 活跃在东海南海地区 于是郑之龙就成为东海南海间的大海盗了 也让当时的明朝官员很头痛啊 当时朝廷想办法招呼郑之龙 封他一个官职 郑之龙啊 虽然表面接受了 但是他还是一直持续做海盗的工作 到了明朝末年 清兵入关 崇祯自杀 北京沦陷 崇祯帝的堂叔 在南京的福王朱游松 被永利为帝 建立了南明 在明朝时就有任官职的郑之龙 和他的老弟郑之凤 又分别被南明封为南安伯和靖汝伯 后来啊 朱游松又被杀了 郑之龙和其他的明朝官员 又拥立了明朝宗室远方的亲戚 朱绿剑为龙武帝 郑之龙把他的长子郑成功 引荐给龙武帝 龙武帝非常欣赏郑成功啊 他说如果他有女儿 就要把女儿嫁给他 不过呢 因为龙武帝没有女儿 所以就把自己的姓朱姓 赐给郑成功 也因此郑成功有了国姓爷的称号 郑成功非常受到龙武帝的器重哦 当时正举动荡 像龙武帝这样的皇帝 其实很容易就下台的 毕竟当时满清的势力 还是比南明大很多 所以啊 非常仰赖这些五官 希望他们能够帮自己 杀出一条血路 恢复故土 郑成功就是当时的大将军 还曾被赐予上方宝剑呢 不过这个时候的郑之龙 已经无意全力抗侵了 此时啊 投降清朝办公室 用丰厚的条件 利用郑之龙 于是郑之龙不顾儿子郑成功 和他弟弟郑之凤的劝膏 决定带着他其他的儿子 北上归顺于朝廷 郑成功则往南出走于金门 没想到投降清朝办公室 居然说话不算话 立即将郑之龙等人软禁了起来 威胁郑成功投降 最后啊 投降于清朝的郑之龙一家 皆被斩首 用父亲的性命 威胁不了郑成功 清兵出兵 攻打他的故乡闽南南安 郑成功的妈妈 这个时候啊 已经从日本搬到福建定居了 战乱中 郑成功的母亲自杀身亡 听到母亲的噩耗 北同的郑成功 更坚定了抗清的心愿 但是郑成功却节节败退 从南京退到厦门京门 最后啊 走水路东渡到台湾 占领了赤坎 并改名为东都明京 后来又攻下了普罗明之城 和乐兰之城 把荷兰人赶跑 成功的占领了台湾 开启了汉人 在台湾的第一个政权 进入了 仅约22年的明镇时期 其实呢 郑成功来台湾的时间很短 只有374天 而且啊 他一直在打仗 1662年2月 荷兰人才正式的离开台湾 郑成功又在同年4月准备攻打旅宋 但是他还没有出兵 郑成功就病逝了 得年37岁 所以呢 主要治理台湾的 其实是他的儿子 郑金 他总共治理了18年 又261天 而且投降于清的郑克爽 也只有治理台湾 两年又202天哦 郑成功在离世的时候 并没有指定接班人 这个时候啊 有两个人都被勇力接班 一个是在厦门 郑成功的长子 郑金 称士藩 另一个是在东都 郑成功的弟弟 郑士席 称东都王 郑金领军从路尔门登陆 他的叔叔郑士席惨败 被郑金软禁在厦门 郑士席因为害怕他的侄儿 会报复他 所以啊 在某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带着他的军队投降于清帝国 后来被清政府 授予左都督的官职 并把之前他老爸郑之龙 变卖的田产 还给了郑士席 这个郑士席 果然人如其名啊 世席到他老爸的财富 而在台湾的郑金呢 就正式的入主东都明金 并且呢 把他改成东宁 继承了他老爸 严平王的头衔 那一年啊 他年仅20岁 有立他称帝的人中 有他的老师陈永华 跟着他来到的台湾 并辅佐他管理 为他出谋划策 非常得到震惊的信任 被封为资议参军 这个陈永华是一个人才 为民政建立了完整的中央政府体制 不但建立了科举制度 在经济和开墾上都有很大的贡献 军队人口众多 但是粮食很少 陈永华就鼓励军队在台湾进行开墾 种植稻米和甘蔗 并且啊陈永华还教导 当时的台湾民众 如何改良晒岩的支撑 政经虽然仍掌管厦门金门等地 但是啊 实则已经一步步的推到台湾 秦政府为了避免反清的势力增加 所以呢 就下达了禁海令和迁戒令 限制汉人来台 而且不能出海 不能有任何的经济活动 陈永华就叫政经去贿赂清朝的将领 然后呢进行走私 这个走私啊 不仅仅是物资 还包含了人口买卖 教育上呢 在陈永华的建议下 兴建了孔子庙 也就是今天的台南孔庙 并且建立了卢学学堂 宣扬儒家思想 并建立科举制度 这个陈永华 就是金庸先生在陆顶记中 陈静南的原型人物 后来啊 民政不敌清政府 一再进行签借令 无法进行商业活动 另外一方面啊 又因为战事不断 民政的荷包都快要见底了 政经只好正式的放弃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据点 推到了台湾 并且啊 把政权交给他的儿子 郑克璋 那一年郑克璋才19岁 政经最信任的老师陈永华 已经早他一年离世了 所以政经零四千只能将政客章 托估给刘国轩和冯熙范等人 这个啊就真的是所托非人了 政客章的岳父是陈永华 偏偏陈永华和刘国轩冯熙范不合 而且啊 这个冯熙范是政经另外一个儿子 政客爽的岳父 所以啊 他就生出了立政客爽为王的想法 于是他们就到处造谣说 政客章不是政经的亲生儿子 最后由他们的奶奶董太妃下令 废除了政客章的坚果头衔 由政客爽来继承岩平王之位 政客爽继位的时候只有11岁 只能被操控 在为仅仅两年又202天 在刘国轩和冯熙范的决定下 决定呢投降于清帝国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啊 就是为清政府攻克台湾的十郎 他原本啊 是政客爽阿座郑之龙的手下 当年啊 跟着郑之龙一起投降于清帝国 隔年却加入了 政客爽阿公郑成功的反清旗下 后来啊 因为得罪了郑成功 被逐灭了全家 奋而再次投降于清朝 最后明镇的帝国 终于结束在十郎手中 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这个诗郎啊 整整等了32年 1684年4月 台湾正式的纳入大清的版图 影片中有些小朋友 可能不太明白的名词 都可以在影片说明栏中 找到对应的名词解释哦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还不错 别忘了订阅我们 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问题或建议 欢迎留言给我们 有够好线上课程 我们下次见